還有當然我們最重要的推手進程 總幹事 黃先生總幹事 就是這段 柯文哲全國進總成立大會的影片 疑似麥克風忘了關 被後製字幕解讀 是在罵民眾黨發言人陳志涵 陳志涵臉書立刻被網友灌爆 跟著老闆這麼久 還被罵真的辛苦了 被收入成這樣 怎麼還做得下去 那個字幕 那個上面那個字 它絕對不是我用的 因為我不會講 因為我沒有用那種的習慣 其實主席他剛剛已經還原了 他是說哇慘嘛 每次到選舉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這種 不管是變造 擴大的衍生 然後把一個字幕呢 把它亂上字 然後去瘋傳 那麼去對人格造成了這樣子的侮辱 還原事發經過 原來是當天進總成立 柯文哲當時對立委邱誠遠談到 陳志涵忘了邀請民眾黨立委參選人 李友宜才有這段對話 不過外界人關心藍白河進度 10號前總統藍英九 吳玉瑾拋出支持全民調 隨後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也發文表態力挺 底下留言不少黨內小雞紛紛留言贊成 大家都可以去進行討論 那一切在國民黨兩黨的學商公民當中 我們要給你更多空間 希望透過這個機制可以找出 勝選機率最高的資格 我雙方的幕僚應該會開始作業 應該還是就照馬總統的呼籲去做是比較快的 侯柯兩人還是沒有達成共識 藍白河最後期限無限延期 恐怕沒有這麼快等到結局 歡迎收看裝明大單去來代表釋放報告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萬象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團羽一把抓 完成了 整個集合 聽到